今天我们话语的题目是 最终 神让 以利亚 以丽莎 欢笑 话语是王相 列王记下二章 一到十一节 我们呢 是神的儿女 其实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赞美 能够一起祷告 这已经是什么 是神全然的恩典 我们呢 真的是很不足 我们这次不是圣诞联欢会 然后我们上台也演了小品 还有一起赞美 实际上我开玩笑 跟我们肯尼亚的Romant 我就非常夸张的 还炫耀了一把我说 我今晚一定要向你展示一下 我的英语水平有多么厉害 然后这样 所以感受到什么呢 就是能够呢 就是站在神的面前赞美 能够呢 在神的面前有那样一个 展示自己的机会呢 也特别的感谢神 其实真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肯定不会去的 一看我就不像 是吧 嗯 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这样的赞美神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这样庆祝圣诞节 我最欠呢 真的是呢 神的恩典 但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不足 可是呢 神呢 在基督的里面 已经呢 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软弱也没关系 我们就算跌倒了也没关系 只要呢 重新站起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 这位基督在 这位基督 他呢 在十字架上呢 已经 结束了 一切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只要指定 神的话语为应许 向前走 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弟兄姊妹们 我们只要指定 神的应许走 走就可以了 对吧 嗯 所以 真的神呢 呼召我们为 神的儿女了 所以我们要 非常的清楚 神 儿女的 本真 其实这一周呢 不断默想 讲台话语的时候呢 大家是否和我一样 想要 欢笑 为什么 因为呢 神儿女的我们呢 是拥有绝对 幸福的存在 我们是绝对 幸福的人 为什么说我们是绝对 幸福的人呢 因为呢 我们已经 出过去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过去 有很多的艰难 也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呢 我们从过去呢 完全出来了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从 离开神的 不相信神的 那个原罪里面 已经得忙 完全释放了 所以我们说 已经呢 出过去了 那同样 我们的今天 我们也同样呢 出今天了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 过去 本来呢 是成为我们的命运 让我们 深陷宗教里面 完全陷入在 埃及奴隶的状态之中的 我们什么呀 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哪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律了 让我从今天 这些众多的事情里面 从那里呢 完全出来了 让我从命运里出来了 从迦勒底 埃及呢 从这里呢 完全都释放了 还有呢 我们 出 未来了 本来 在这里呢 就重点讲一下 出非力士 非力士什么 年年 就是和以色列人 打仗 所以 什么呢 当我们呢 我们为什么是绝对 幸福的人 我们不再受 他的影响 持定基督应许的我们 持定血的应许的我们呢 已经从这个未来呢 出来了 这样的我们呢 就是绝对 幸福的人 同样 神又呼召我们为 绝对 存留的人 特别感谢神 今天这个时间 其实肯定有很多的聚会 特别是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 这一天 我们把它 称之 虽然说是 平安夜 有时候也把它称之为 狂欢节 是吧 就这一天呢 大街上特别热闹 大家就一起玩啊 但是呢 我们却来到了哪 我们呢 今天又来到了礼拜的位置 我们可以相声礼拜 我们可以向神赞美 我们是那之中 神存留下来的 我们是那样的神的儿女 所以多么感谢 那这样绝对存留的我们呢 神呢 呼召我们为 已存留的人 这样呢 拥有绝对幸福的我们呢 是已存留的人 真的在过去 今天未来 让我们从那里呢 出来的重要的钥匙 就是什么 血的应许基督 让我呢 十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 他越过了戈山地 执定血的应许的那一刻呢 灾难呢 也会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神会来保守我们 这样持定血的那个人呢 必然能够过红海 这样的我们呢 是必 存留的人 在走在旷野之上 神给了我们重要的三节气 这个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能够享受 愉悦节得救的祝福 五行节 圣灵的能力 然后收藏进天国的悲景 让我们能够跟随这个 蒙引导 享受这样的祝福 而且走在旷野 让我们干嘛 建造圣墓 所以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们其实 我们的人生日 就好似旷野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什么 礼拜 祷告 来到这里 这是什么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理所当然能享受的祝福 那这样呢 我们还是呢 避讳存留的人 那么就是呢 在走旷野之路呢 神呢 就给了我们这样 蒙引导的方式 同样呢 就是神呢 让我们走在旷野呢 不断地去 按照神的引导来走 为此呢 这个民数记呢 一章到十章呢 讲的是有关圣墓的内容 十一章到二十章 讲的是走旷野的内容 二十一章到最后呢 是准备窥探的内容 那么我们呢 也是走这条路的 但是呢 我们是那存留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刻呢 再次感谢神 我们是绝对存留的人 那这样的我们呢 就是绝对一致的人 我们蒙到了这样的恩惠 让我们从这里出来了 让我们成为这样的 蒙受这个祝福的人 自然而然通过我们呢 神愿望去医治他人 首先呢 我们也需要当然的恩典 因为依靠我们的能力呢 难以做到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才能去做 其实看这样的本文里面 向摩西也是 向神祷告 为什么 因为 以色列百姓呢 在那里 他埋怨不平 可是那一刻呢 神呢 实际上是叛了他们 但是当祷告的时候 灾难呢 就停止了 所以什么呢 当我们需要神 理所当然的恩典 祷告的时候 所有的灾难都会退去 而且呢 神会降下我们所需的一切 那这样的我们呢 神必会赐给我们 必要的恩典 在那里呢 实际的他们开始准备探子 然后呢 去准备呢 享受 就是准备呢 七十个首领 为此呢 也设立了集中学校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实际的 品藏祷告的滋味 还有通过这样的训练营啊 集中传道营啊 是什么 让我们通过培训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能够实际的去 享受这个祝福 就让我们能够在现场里面呢 实际的能够呢 去享受这个永运 那这样的我们 我们蒙到了这样的祝福 这是神的儿女的本质 那我们看一下在那里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人物 就是神的儿女 以利亚 还有 以利亚 其实 以利亚和以利亚呢 都我们熟知的 重要的圣经人物 他们呢 其实就是呢 享受神 儿女 祝福的人 那 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环境 并非说只有圣经人物 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 所以愿望 弟兄姊妹呢 能够透过神的儿女 以利亚以利沙的人生 能够看到呢 我们神的儿女 享受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通过他们整个人生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真的 现在呢 他也有这样不停的出现的属灵的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代问题 以赛尔书六十章一节说 黑暗遮盖大忌 如今现在就是这样 黑暗的时代 提摩太后说三章一节 记载呢 末世有危险痛苦的日子来到 那是因为人们专顾自己 那在这样的时代 创世纪三章五节 撒旦说 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就如神一样了 只知道自己 总是想让自己成为 与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 啊 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呢 真是呢 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然后同时 创世纪六章四节 地上的伟人 伟人是指什么 从天上坠落的意思 也就是撒旦 认为物质之上 为金钱呢 甚至可以去杀人 同时创世纪十一章四节 认为只有成功就可以 他们说要建塔 塔顶通天免去分散 宣扬我的名 这导致呢 人们呢 为了要追求成功呢 不择手段 认为成功就可以了 人们不断努力追求 有一天中倒塌 灾阳不断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现状 真的完全呢 被这样的属灵的问题抓住 被这个黑暗抓住 那么实际上呢 其实 以利亚所在的那个时代呢 也是一样的 等一下呢 会一一的讲解 那在这个背后呢 以我物质成功为中心 被这个属灵问题 黑暗抓住的这个 这个时代的状况面前 时代的面前呢 因为属灵问题出现 所以呢 出现了属灵的匮乏 因为有属灵问题 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没有余地的 人们不断的想要去 占卜 涮卦 拜偶像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呢 就是 就是他们呢 这个人呢 确实蛮出色的 就是他 可是呢 他那样的努力 其实在国内呢 也可以说是 还是蛮成功的 是一位大学老师 嗯 而且他所在任教的学校呢 还真的是 咱们的那个一本 真的很不错的学校的老师 他还是有编制的 可是呢 就是他和女朋友 就出了好多年 然后有一天 他女朋友就 跟他提出了分手 那他女朋友的意思是什么 你没有钱 其实呢 这个老师呢 还是蛮不错的 你看 工作也好 而且他真的很聪明 他的设计啊 也做得非常棒 可是呢 他的女朋友 跟他分手的原因就一个 你没有钱 这样他特别的受冲击 然后这样呢 就是 他呢 就是开始寻找答案嘛 那在那样的 就是人们呢 就是在那样的状态里面的生活 所以呢 没有任何的余地 在身边的人看来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缺乏 哦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陷入在了这样的 属灵的匮乏里面 那么属灵的状态呢 完全呢 就是 处于呢 被欺骗的状态 那 让 就是说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 在看圣经人物 约瑟 就总是在欺骗他 什么 家庭问题 可是对于约瑟来讲 这个问题都没成问题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呢 就会认为 啊 我的家庭不好 家事不好 我没有背景 就是总是埋怨和不平 可是呢 拥有福音的约瑟 其实家庭问题呢 反倒成为了他的祝福 那再看呢 就是 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很容易被欺骗 然后摩西也是一样 他也面临着死亡的问题 危及到生命 可是呢 摩西八十岁 才开始蒙使用 摩尔撒旦会欺骗他 你年纪大了 你年老体弱 你怎么能做呢 可是呢 指定 应许的摩西呢 没有 反倒呢 神通过摩西 来救活了那个时代 以色列百姓 那还有撒末尔 其实当时呢 以利基斯和他的儿子都堕落了 其实大卫都看到了 可是呢 这些呢 也没有影响到撒末尔 而是通过撒末尔呢 神兴起了真正的传道运动 而且撒末尔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那还有大卫 大卫呢 因着人呢 总是非常的辛苦 扫罗王呢 一直要追杀他 可是 大卫呢 没有被那个状况 那个时代的问题 所欺骗 而是呢 他在那里 持定了应许 成为了享受 应许成就 祝福的人 其实大家可以呢 拿着这个话语 来回顾我们的人生 或者我们的现状 那是圣经里面的内容 太遥远 不符合我们的现实 不是那样的 其实那个圣经的话语呢 是神的道 所以也应用于我们的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 大家认为绝对是问题的那个 其实那个是什么 时代性的问题 真的 我经历的那个问题 其实那个背后什么 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那面对这个时代 神呼召了我们 其实有神呢 要通过我们呢 成就时代福音化的 神的计划 我们可以看一下传道者 以利亚 神的儿女 以利亚 她是怎么来看这个时代 是怎么样来享受 时代福音化祝福的 网上18章16到20写 以利亚都知道这个时代的问题 但是呢 她在加密山开展 属灵征战 这样的人呢 就是传道者 传道者兴起的那一刻呢 这地的所有的灾难呢 就会彻底的倒塌 所有的黑暗 那些假先知 都彻底的倒塌了 同样的 当我们兴起来的那一刻 神会呢 切断这所有的灾阳和咒诅 为此重要的不是那个问题 重要的是呢 通过那个背后呢 去指定神道应许 嗯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嘛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者 可是呢 他的儿子出现了问题 他就非常的苦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 拜托我 让我好好照顾他 那我在想 是要神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呢 是什么 是神的儿女 而且还是使命者 是存留的人 神为什么会让他们经历 那样的问题呢 那时候神给了重要的答案 什么呢 你不要通过那一个你的孩子 集中在那个问题里面 而是你要看到这个时代 这些后代嘛 其实中国呢 有四亿 十八岁以下的这个儿童 一共是四亿 然后当时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 你不要只盯着你的儿子 你不要只盯着你的孩子 你要通过他看到呢 整个中国的四亿的后代 他们真的需要福音 他们没有福音 你觉得你一个孩子 现在这样稍微走偏路 或者是青春期出点问题 那你再哭泣 但是你要想一想 神的心愿是什么 神要通过这个人 给你的时代性的信息是什么 啊 真的需要给他们传达福音 他们没有福音呢 真的就会灭亡 因为这个时代 都是呢 以我物质成功为中心 他们没有福音呢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愿望我们弟兄姊妹呢 能够呢 像以利亚 以利沙亚 能够看到问题背后的神赐予的时代性的信息 那在当时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呢 嗯 就是 分南犹大和北以色列 那南部犹大王呢 就是亚哈 这个亚哈王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他看到呢 他家邻国 他们的邻国 西顿呢 特别的强盛 他有了危机意识 他派遣使者 然后去决定呢 与他们和亲 然后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叫耶西别 可是那一刻通过耶西别 发生了什么事啊 耶西别他不仅自己来了 还带来了他们的偶像 巴黎和亚舍了 而且在以色列 在那里呢 在犹大全地都设立了这个偶像 让以色列完全地陷入在了灾难的底面 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以利亚呢 就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那以利亚有没有说 哎 反正都是一样的 我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呢 没有 而是什么 以利亚蒙道神的恩惠 他反倒呢 开始正面抵挡他 享受了呢 拯救时代的祝福 改变时代的祝福 没有因着呢 雅哈王耶西别王后的 那样的追杀通缉 他一点都没有惧怕 反倒呢 更站在了神的面前 持定了时代的信心 享受呢 救活那个时代的祝福 那现在的时代也是一样的 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也是一样 可是 那个时代 与以利亚同在的神 是不是也依然与我们 同在啊 哦 那样就可以了 这样依然爱我们 依然呢 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希望呢 通过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能够发现神的信心 就像以利亚 他看到那样的艰难的环境 他反倒呢 明白了 神要救活 时代的神的印记 所以愿望我们弟兄姊妹 不要受自己 问题的捆索 而是通过问题 能够发现 神赐予这个时代的 神的应许 那我们再看 在那样的时代呢 神还预备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种植者 他的名字呢 叫鹅巴迪 其实这个鹅巴迪呢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实际上呢 是雅哈王的大臣 特别受到雅哈王 信赖的大臣 但是他还是谁呀 以利亚的门徒 他在那样的时代 也许别专门杀害 神的先知的那个时代 就是往往后 可是呢 在那样的时代 这个鹅巴迪 他隐藏了一百名先知 供养了一百名先知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实际上 他们在那个时期 那个王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对吧 又是他的大臣 人数还是一百人 可是呢 在那样的情况下呢 鹅巴迪 他享受了神赐予的经济祝福 甚至可以供养一百名 这个先知的程度 这就是神的儿女呢 享受的祝福 那大家看到这些就会想到 其实神的恩典 其实神的英语 还有神的祝福 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更加要什么呢 通过话语谋 神的引导 同样呢 神还为以利亚预备了呢 重要的门徒 那个人呢 就是以利沙 神呢 在那样的时代 神依然预备了这样宝贵的后代 开展传道运动 大家想 其实当时以利亚是呢 被追杀的状态 被通缉的状态 但是呢 以利沙蒙道呼召之后 她做了什么呢 网上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她把自己的农具全都烧了 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余地 完全地跟随以利亚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Romant 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铭记 我们的背景呢 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的背景是谁啊 是天国 同时呢 网上十九章十八节 神给以利沙加添了七千门徒 还开展了多坦诚 多坦诚 竖端子运动 神在这样的时代呢 呼召了我们 为了要通过我们呢 救活这个时代 大家看 同样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神祝福了以利亚和以利沙呢 那这样的以利亚 以利沙 他们的今天是怎么度过的 就是传道者的今天 神的儿女 以利亚 以利沙 大家看 他们的今天是怎么来度过传道者生活的 他们这一天是来怎么过的呢 在网上十九章九节 以利亚沮丧召唤难 那时 以利亚的话语呢 临到了以利亚 所以我们的生活越是艰难 越要集中于话语 不是我的想法 神的话语才是真理 只有话语临到了 那时候才可以的 嗯 真的 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那一刻 我们只要前行就好 我们牧师的话语是什么应许 是医治 教育 传道 那个话语临到牧师 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 依然都没有摇动 依然都没有改变 而李牧师说 在他青年时期 见到牧师 牧师就讲了 医治教育传道 也就是说 一直到现在 始终如一没有变 为什么 那是神的话语临到他 那神的话语呢 也会临到我们 什么 对准教会方向的 医治教育传道的里面呢 有神赐给我的话语 所以愿望我们弟兄姊妹呢 能够在医治教育传道里面 找到神赐给我的使命 那在那样当中呢 神护照以利亚就说了 要开展传道运动 通过你呢 要找出七千人 高哈学耶护 找到以利沙 神呢 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传道者的生活 就是需要有这样 能够集中于神的 这样的时间 什么集中听神声音的时间 非常的重要 同时呢 我们再看 我们是传道者 传道者的今天呢 需要拥有力量 那我们看 以利亚呢 他跟 以利沙呢 跟随以利亚 在吉甲 伯特利 耶利哥都没有停下来 而是呢 一直跟随以利亚 在那说什么 将感动你的灵呢 加倍地感动我 什么 这是呢 传道着神的儿女 我们要得到的力量 当我们得到这样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救活这个时代 其实更重要的是 得到这个力量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实际地跨越自己 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时代性的营养 那这个是传道者的力量 还有传道者的内涵 把这个话语呢 一直装在哪里呢 装入到我们的灵魂 装入到我们的心理 装入到我们的人生 那一刻呢 神的做工就兴起来了 其实 丹仁牧师他不一直说 一直教育传道吗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 有一天 那他现在就一直在强调什么 我们去本部参加了话语的培训 哦 一听话语和我们的流向都一模一样 没有说什么不一样 对吧 哦 我们教会的话语的流向 和本部的流向 都是相通的 那为什么呀 因为呢 我们把这个装进心里的那一刻呢 一切神会不断地 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去确认这个流向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话语呢 装在哪里呢 装在我们的心里 那这样的时候呢 话语就带着我们不断地去确认 我们Remnant呢 就是一直在做准备嘛 为了中华圈福音化 那天我和我们那个 另一个Remnant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说嘛 其实学语言真的很费劲 就是大家也真正地感受到了 我的英语实力啊 其实我为了学习英语 真的下了很多苦功呢 下了很多功夫 我还抱过补习课外辅导班 我还接受过 我还请过家教学习在国内 后来我最终放下 绝对不行 我已经放弃英语了 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Remnant在准备那个 就是考试什么 但是他是自学的 虽然他也去补习班了 但他能够达到六级 然后我和另一个Remnant就说 啊 那个绝对是神向着他的方向 不然 没有人能够轻易那么自学 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能够拿到六级 对啊 什么呢 真的 神呢 当我们把话语装在心里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力量 这样的引导我们 让我们不断确认呢 神的话语是正确的 那第三 那我们神的儿女是这样的存在 那享受这个祝福的伊利亚的人生呢 也蒙到了这样的恩惠 那成为神儿女的我们的方向 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 神呢 一直呢 通过讲台呢 给我们重要的方向 也就是说 今年 我们明年要集中的是 传道 还有宣教 还有后代 这是我们明年呢 三个重要的方向 那我们传道是什么 就是面向韩国内的中华圈 希望大家祷告 先只是也不断地在跟我分享这个 我们需要制作传道单章之类的这些 当然我们要准备这个 就是更重要的还有呢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呢 开始祷告 不停地为那个现场呢 举起祷告的手 若没有祷告呢 神无法开门的 所以我们要为韩国在这里的一百万中华圈 那里面的七万留学生 向神 献上祷告 那同时为此呢 我们要不断地准备自己 为什么 开门了得有人养育吧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培训准备自己 其实我们去服事别人 不是拿着我的知识去做的 对吧 也不是呢 拿着我的经验去服事这个人 哎对啊 去教会 要听话语 不是这样 而我听了话语之后 我蒙到了这样的恩惠 其实训练就是让我们个人在自己的现场蒙到英语 享受证人的祝福 拿着这个证据去帮助别人 所以呢 其实养育事工 不是做事 而是什么 享受证人的祝福 第二点宣教 我们是面向中国内地 希望大家祷告 通过那里的礼拜 能够树立这些圣徒 还有呢 那里的宝贵的后代 能够呢 在福音里面兼顾 真的能够享受 但一礼 约瑟 还有大卫一样的祝福 那 还有呢 让他们也享受训练的祝福 不能我们一直这样 他们也需要在当地去服侍兼顾信徒 对吧 让他们也能够蒙受这个英语 为这个训练的系统呢 享受 能够为训练系统建立呢 向神祷告 然后最终要在那里建立教会 那第三点呢 就是后代 我们呢 有重要的TCK现场 就是总是 我们呢 看到孩子们的时候 其实呢 我也认识一个 Ramnant 他六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也跟那个我们 Ramnant提过 这个 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 就是问题孩子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 就是一个问题孩子 什么也不行 什么也做不好 就是整个在他们学校 给他的定位就是 问题孩 不能学习 还能多动 但是呢 他后来就是过来了 就是他不断地在福音里刻印扎根的时候 哎 这个孩子真的变了 和我们 就是我之前帮那个我们Ramnant 就是要材料嘛 就是让他帮我寄的 和我们Ramnant是一所学校的 现在他读的也是政治外交 嗯 所以什么呢 Ramnant的将来是难以预料的 不要因为现在就给他定位 他的未来呢 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呢 要为我们的TCK 能够在话语里面 不断确认自己的本真 找到才干祷告 还有就是 真的能够呢 在我们教会内呢 也培养精通中文的后代 那最终 其实真的能够树立翻译宣教士 嗯 愿望我们弟兄姊妹呢 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神 感谢你 感谢神让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也感谢神 不管我们的现状如何 让我们能够最终欢笑 神感谢您的恩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